我們現在來介紹T度的觀念 剛才我們在方向導數的地方 我們導出了一個公式 那各位同學可以回憶一下 方向導數 我們把它寫成簡略的寫法 可以把它寫成兩個相乘 內積的相乘 我們現在針對這個 我們給它的一個名字叫做T度 我們的話稱這個向量 稱為T度向量 叫做Gradient of F 或者是我們有一個符號 這個符號是一個三角形 三角形顛倒過來 這個字怎麼唸呢 這個字唸Del Del F 那麼為什麼這個是那麼重要呢 因為它具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看呢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地方 這個是一個內積 所以DF DU的話呢 來我們看 可以把它想像什麼呢 我們用一個內積公式 兩個A dot B等於AB cosine theta 它是長度 這個地方我們就把它寫成 這個長度是多少呢 永遠是1 剛剛說是單位向量 Cosine theta 就是夾角 這是這兩個向量的夾角 那麼問各位同學 方向導數 什麼情況會最大 當然Cosine theta 是1的情況是最大 那麼也就是說 我們的gradient的方向 就是造就 最大的一個切線斜率的方向 就是它的方向導數 以這個題目而言的話呢 它的方向就是 這邊的往上走 那麼如果各位同學的話呢 來看一下 它的 我們的level set 就是我們的等高線 來我們把它對應 從上面對應下去 各位同學看 那麼這個方向的話呢 就是往這個方向 如果各位同學 眼睛往這邊看 看不出來 那麼我們就 把這個圖畫出來 給各位同學看 這是等高線 就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剛剛的那個 這個 這就是我們的gradient的方向 一定是跟它相切的 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它的gradient的方向 所以我們的話呢 介紹了梯度 梯度就是能夠造就 最大方向導數的一個方向 那麼也就是說 它的話呢 往這個方向走的話呢 它會往最大值去趨近 就對了 你 什麼 我 說 這